主席,我们各位委员,还有我们王主委,习副主委,还有郭局长,各单位的长官,各位好朋友,大家午安,那个报告主席,我想先请我们习副主委,谢谢 习副主委,为什么说我们今天有很多的委员都会请我们言明会,因为刚好主委他是在内政委员会 说实在的,我为什么刚刚会问说,副主委你是新来的还是原来的副主委 为什么会有问这样的一个问题,是比较不礼貌,因为在这个88之后,我想我们很多官员,还有很多委员,都有到这一个灾区 参加了很多的座谈会,我们深深感受到为什么言明会这一次,尤其是我们张主委会所当其冲 因为这一次的灾民差不多有90%,都是我们这一个很可怜的这一些言住民 那在这一个不管是座谈会或是勘灾的当中,我们发现 我们对这一些原住民同胞真的是照顾他们不够 我讲了我都很难过,很难过 所以我们看到之后,更激起我们要多花一些心思啊 去照顾我们这一些原住民的朋友 所以当我们这个院长还有总统下乡的时候 说实在,我是属于灾期边缘的这个委员啦 但事实上我们是每一次啊,我们一定势必公亲 因为我们很想为我们这一些原住民同胞做一些事情 那从早上呢,一直聆听我们几位原住民委员啦 所做的一些这个对我们行政单位的一些这个不管是要求 或是说这个恳求,我们希望说未来我们原住民委员会 应该要多多善用,多多善用你们的资源 好好的去为我们原住民同胞多做一点事情 尤其是在平常没有发生事情的时候,多去关心他们 不要让我们觉得在那一个座堂会上 原住民的官员跟我们原住民同胞有一种疏离感 这个我们的感觉心痛啊,心痛啊 就像说我们的王主委啊 这个如果说在我们这一个劳工的这个座堂会上 你跟我们的这一个劳工的这一个朋友有那种疏离感的话 我相信我看了我也很心痛 到目前是还没有这样的状况啊 我们各位长官都很投入 所以呢,我们有这样的一个感觉 才会有今天说我们拍了以后就马上请原住民的所有的长官 来这个到立法院来 多听一听我们委员啊,的这个心声 那好,谢谢你 希望以后啊,多下乡去关心我们原住民的同胞好不好 那会努力,谢谢 那你要什么样的这个志愿 我们一定会 我们所有的委员一定会尽全力来 支援你们好不好 好,谢谢 那麻烦主席,请我们王主委,谢谢 主委,我不知道这个教委哦 要接受就要更慢 啊,幸好很多人都没办法好说,很辛苦 总算轮到我了 主委啊 是 当然刚刚这个有问你这个委员哦 我是想说用我的时间给你来谈啦 但是很可惜这位委员不在现场 不过因为早上这位委员 所问到的问题 我想在座所有的好朋友你们都听到了 我们就听一听我们主委 好像要上便当读啊 你有在做什么工作吗 好,这样好不好 谢谢 非常感谢 给你一分钟啊 谢谢 各位报告 其实各界的批评我们都虚心受教 不过这次 呃,发便当那个事情 我应该这样讲 就是说呃,那个便当其实是 在监狱里面的受刑人 对八八风灾 他都愿意贡献一份心力 他们去做出来的便当 但是他们没有办法出来外面发 所以就请法务部长来发 那我去布袋镇 基本上就跟镇长谈我们的天然灾害联工 我人都已经到达那个地方了 他在发便当 然后大家一起互相合作 然后分工合作 凡是可以协助灾民的工作 不分大小 对我来讲我都愿意去努力 所以我就做那个动作 但是我特别报告是 我们没有通知媒体 那那个报纸是 现场有一个联合报的记者 他就他就拍了 他就登了 然后就引起各界以为说 呃,我们我们只会发便当 我要跟我们特别报告的是 我们从来没有忘记 自己应该做的本身 但是我们在跟灾民沟通的过程里面 陈如刚刚委员所提到的 我们要跟他盖拔甘情 然后他才有办法跟我们讲 他真正的需求 然后说出他的真心话 那个过程里面 那便当其实就是一个媒介 发便当给他顺便跟他沟通 所以其实不是 呃,特别在谈那个议题 我们都知道你有一点点受委屈啦 哪有说这样 中华民国的这个 一级的这个主管政务官 这个灾后重建 跟灾区的这一个工作 哪有只有去发个便当 这只是说 其中的 就是像我们主委讲的 这一项康贵利益 而且是表达我们的关心 这个是无可后悔啦 因为你八月十一枚 要去加冬发便当时有通知我 啊我去的时候九点多 你们已经离开了 那也只是其中的一小段 事实上我接到的这一个 这一个啊 那个消息是说 主委要去嘉东那边 看一看啊 我们老委会要做什么事情 所以那只是一小段 我可以帮你作证啦 因为在灾区 我都不吃到你发的便当啦 我都看到你在那边做笔记 然后要做什么做什么 这我可以帮您作证 好不好 谢谢谢谢 那接下来 接下来我们就进入这个主题啦 刚刚我们 这个儒文委员有提到 哪几个县市在省这个 务保育 省保育 现在和农保育在省 就我我很不满意我们主委啊 你在回答你说 啊这现在哦 足够以来哦 啊很多哦 如果透过那个 那个那个 诉讼的管道 特有钱的很少 啊那这样 好像是两手一摊 人家把我们做钱没行 啊那我们都做没法度议 这个讲法哦 我觉得太过了两件 啊而且没法度让人接受 未来啊 我们有几个都啊 什么北都中都 南都什么高都一都 一大堆都 你现在这些 人没透过的时候 我相信有用看油嘛 吼 到时候 务保也会赌 减保也会赌呢 啊害死谁 害死我们这些小来百姓 吼这个问题 我们也希望说要重新再去检讨 不是说我们主委你认为说很无奈的啊那去在便宜上去保障什么人啊那这样子 奈皮鬼就就让他奈皮过去啊 那人家这个这个莫守成规这个 说法的人 不就要吃开 就像说我们有一些这一个这个很穷很贫穷的县市 人们也是照常在叫 吼 啊结果呢 借那个荷蚌 要买去的 吼有烟火可以放还可以大败败去板倒 吼 还有什么什么花博会一花就两百亿 吼让我们好羡慕啊 啊这一些都可以欠钱没赢啊 吼像这个我我是希望我们主委啊 吼站在你的这个工作岗位上 也是稍微要去找啦 好吗 是委会遵照委员的指示办理 加强强制执行的工作 接下来吼 我看到我们在这一个巴巴 吼巴巴的这一个 这一个吼 吼 水灾的时候我们老委会的确做了很多事情 啊但是吼台头一行两行 缩缩了 八生都都听了吼 齋民也知道怎么去做 不然就这样赌一大堆啦吼 有什么什么 天然灾害人工津贴 为八月脱到九月十六 吼 这个是用月薪的 吼一个小时一百块 然后可以这个领一百七十六小时 刚好一万七千六百块 嗯 还有一个巴巴人工专案 吼 这个是最好的 吼 因为他 每天都会领现金 领八百块 吼 这个办得不错 但是呢 你九月十六就停了 再来一个跟第一样一样的 乙军代名装案 零工津贴 吼 这个就我就不知道在做什么啦吼 结果有一百或十个上工 这个干什么 这个专门针对那个林边跟嘉东 就是他们这两个地方 淹水特别严重 然后我们 呃 基本上用乙军代名的方式 就是因为 你这个也只有十八天啊 那你用什么月薪呢 什么一个月不能 这个这个这个 最多不能到一百七十六小时以上 吼 啊 然后再来 现在是用什么莫拉克 台风灾后重建 零工津贴 倍为三十开市 齐限是 以十二个月为限啦吼 这个人都不知道是在说什么 是 那那一天呢 我们一起在那个那个 做谈会的时候 很多的这一个这个灾民 他们他们在强调 希望能够继续有这一个 八八零工的这个 这个这个工作的这个机会 为什么说他们希望能用八八零工呢 因为啊 你一个月而已 他们可能现在就已经很缺钱了 那你如果说每个每天都给他八百块的话 他们每一天几乎都可以有生活费 其实都是一样 都也是费这钱 主委你的感觉呢 是跟委员报告就说 的确 陈如刚刚委员所提到的就是 我们这些天然零工 其实有各式各样的名称 对民众来讲真的是会有点混淆 所以我也特别要求我们的同仁啊 其实把他整合清楚 我们内部的作业 像刚刚委员提到的莫拉克那又是什么东西 那其实就是因为他来自于 呃 特别预算 就重建条例的特别预算 所以他特别叫做莫拉克天然灾害零工 就说 因为我们内部的一些行政作业流程的关系 所以 有各式各样不同的一些名称 我们也 也已经跟我们的同仁要求 就是说 你这个莫拉克这个 整合 整合成一个 这个大家就不喜欢嘛 对不对 所以你们就用八八 我跟你说 你提出那多 大家心里面想的 只有八八零工 不然你去问看看 对不对 那既然是好的政策 你们就延续下去 好不好 希望主委再研究一下 我今天的重点 这个非常紧急 我们是不是请这个老保级好不好 好 现在那个 在这个六月十日有通过一条 什么 他们学校法人及所属什么 私立学校的这个教职员 退休夫妻的这个之前条例 他们通过之后 他们每年 也每个月的月对峰啦 可以领到五万五千块 这我们六天都很险 这个绝对没有问题啦 但是通过一条附带的这个结议 说他们公保了 半年实施完半年内 必须要转为老保 而且还可以请老保年金 我请问一下 这英雄多大 现在我请问一下 我们老保 我们老保这个年金 我们现在的基金还有多少 我们的切口还有多大 如果说这个转为这些六万多的私立学校的老师 他们转为 转为这一个这个这个 老保以后 我们要多 国家要多增加多少钱 那等一等全系部 我们的师长 也请 也请来解释一下 谢谢 跟我一报告 我们现在基金的余额到八月底是两千六百亿 那假设说现在已经符合老年给付的这些人 都大概到六月底的数字 有168万人 都来领的话大概一兆多 一兆三千多亿 那今天假设说 把这私校教职员全部加入 改为老保 并计他的年支的话 我们估计 又可以领年金的话 大概一千五百零四亿 对财务的负担 他们都是高薪的嘛 是 他们都高薪嘛 平均纏多少 呃薪水是比较高 比一般劳工高 嗯 所以可以 几乎还要在一千五百零四亿 一千五百零七亿 零四亿 零四亿 一千五百零四亿就对了 那 那他现在的意思就是说 钱都没劳保 都劳保 都在公保 现在 还没跟家政来 就马上不来领我们的劳保 这些都是劳工跟雇主 那个叫的钱 要再来领的是 六万多人 那我请问一下 如果说从公保那边 他们那些钱 转移过来 我不知道怎么办 我现在要请 那个报告主席 我们请司长 那个局长 你等一等 司长 你很欢迎 还是很烦恼 你烦恼 为啥你呢 因为这个公保年金化 这是一个 就是考试 今年的政策 那么在年金化的规划中间呢 这个我们 因为公保的对象很多 公保有公立学校的教职员 有行政机关的公务人员 有私立学校的教职员 有公营事业的这个 兼具劳工身份 没关系 我现在只有 只有要了解 现在六万多这个 因为我时间有限 司校这一块 对 如果依照 他们全国教师会 或者是原来教育部 第一次想法 过去的话呢 大概要五百多亿 五百多亿 增加五百多亿 大概要这样子 但目前我们部里面 或者是行政 并没有 并没有说一定要同意他们 所以行政院大概会在最近 最近这个时间里面 会有一个 那你不会倒啊 是我们老保会倒啊 你拨五百多亿给我们 你公保拨五百多亿给我们 我们老保要付一千五百多亿 我们就差一千 在这 你环绕什么 你很高兴啊 公保如果拨五百多亿 公保也会垮 一样垮掉 公保也一样垮 那老保也垮 那很好啊 所以这个事情要从长计议 一起让他垮 所以你也很担心啦 那主委你担心不担心啦 担心 现在这个法案已经在我们委员这边在联署了呢 怎么办 拜托委员帮忙 怎么拜托委员帮忙呢 这个是 这个我们所有的委员 我们如果说 这个要要给这六万多的 这个 这个老师啊 有他有这么好的福利 我们委员都会同意呢 怎么办 这个跟委员报告 你们要去找财员嘛 对不对 他的确对劳保财为造成非常大的负担 所以基本上我们 呃 我想啦 对这样的方法 如果是 勞工这八百多万 勞工 我们去 征询他们的意见 如果说 啊大家 就不爱了 这六万多也是算 如果是公会法通过 他们也是勞工嘛 啊 啊 啊 我们就要怎么让他租啊 八百多的劳工 如果同意的话 那你怎么办 我们的同意呢 就像那个博弈一样公投啊 你怎么办 你你你你你不可以说 哦 啊 你不可以啊 如果我们我们 我们劳工也同意啊 哦 我们劳工也要同意啊 如果政府来求就好啊 这样啊 对不对 因为这些钱是我们的啊 你说你五百多亿 你是为公报才博五百多亿 但是要从我们 老保这边领一千五百亿嘛 等于是其中的缺口是一百亿嘛 一千亿嘛 那那我们劳工情愿 我们大家一起来分摊啊 那怎么办呢 是跟委员报告 我觉得基本上 呃 劳工朋友应该 不至于会去赞成这样的一个方案 好啦 这是假设性啦 那那我们也希望说 我们这个议题已经存在了 我们不要说 好像头鸟的心态 不去这个处理这个事情 哈 因为我身为这一个 劳工界的啦 哈 我看了 我是觉得对我们的感慨 有点不公平 这样啦 哈 还愿意不公平